初见医生王乔峰时 他刚结束一天的工作 匆匆从医院赶来 截至2月5日中午12时 香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总数增至18例 疫情蔓延让香港的医协医护人员更加忙碌 王乔峰是外科医生 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后 他还自愿报名加入了急诊室的前线工作 舒缓人手不足的压力 在这些关键的时刻 每个人应该发挥自己最大守望相助的力量 发挥自己一展的所长 希望能够对抗这个疫情 虽然我的专科是外科 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相信我的能力 也都能够在急诊室上面一战所长 能够舒缓前线的压力 医院人手不足的压力近日来有所增加 除去医事和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之外 还因为部分医生在抗疫的关键时刻罢工 王乔峰称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相信经守岗位的医护人员远超过罢工人数 我是一个医护人员 我需要为我的病人负责 因为病人不会因为你罢工 他们不会病 他们始终都会来到医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人罢工 其实就是由我们愿意 以紧受岗位的同事去克服或者支援 希望减少对我们病人的影响 其实香港医护人员是绝对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紧受岗位 王乔峰坚定当医生的愿望 是从高中时期开始的 那时正值非典时刻 对未知病毒和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整个香港 当年奔赴前线充分宪政的医护人员 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沙士这一疫 令我体验到人生无常 当时就是面对疫症的时候 整个城市或者整个世界那种的恐慌 所以我一心就想做一个医生 努力地学习 希望能够在医疗这个领域上面 尽自己一分力 其实我们面对疫症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病人 二方面我们要面对自己心里面的恐惧 还要面对的就是家人 或者是一个社会对自身的一个期望 我们不希望辜负 王乔峰所说的恐慌 17年后又卷土重来 但这一次政府医院和医生都更有经验 事先的培训 较快的身心调整 和充足的防护设备 让医院医生能够更快地应对疫情 以我们医院为例 我们开始准备 应对肺炎开始 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讲座 或者准备的一些工作方 帮助我们各方面的人员 更加熟悉环境 在现在的急症室 我们处理病人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小心的 差不多是全副武装 全副装备 包括PPE N95口罩 有一个面罩 还有头帽 希望全面保护我们自己工作人员 所以我相信我们今次应对疫情 比之前做SARS更加有心得 或者更加有一种准备的心态 近日 香港特区政府已关闭多个口岸 加大力度压缩跨境人流 王乔峰认为 这是很有效的举措 收警通关安排 既可以缓解港人的恐慌情绪 也有利于防疫工作的开展 他希望政府和医护人员之间 能相互理解和体谅 秋痛存异 希望在此紧张时刻 大家可以勿忘医生天职 齐心协力 共渡难关 当时我爸爸取乔峰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因为当时刚刚电视 播着天龙八宝 他希望我的人生 都可以好像乔峰一样 能够行合仗义地帮人 当然我又不懂行龙十八掌 但是我希望能够 透过自己的医术去帮助其他人 为什么医生或者医护人员这么伟大 就是因为我们不只是看自己 有一些使命 比我们的生命更加被重视 这个就是医护的精神 这件事即使在任何的情景 任何的危难 我们都不能够忘记 而我相信 只要我们同心合力的话 我们能够挨过这一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